这问题也蛮好的 理论上,现在执行好像都 OK 执行的话 11个,然后品额最高分99,应该没错 因为这里面最高 刚刚同学就输入什么?100分 其实我之前没有试过用梳理百分 那你如果说梳理百分之后执行的话,最高分98 然后最高分应该100,结果它变成最低分了 主要原因在哪里?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 里面放的,我刚刚有特别参加,它就是一个字串 那字串的话,如果你要让它取得最高跟最低 它就把它当成是排序 用那个字串的话来排序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它抓到的就会是什么? 就不会是这样数字,所以怎么办? 这一题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必须什么? 如何把这个字串先全部转成什么? 转成那个数字,再来做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把整个每一个 每一个每一个 把它转 那当然这个地方,它就不能像之前的那种 我们 比如说要转换的话,前面加一个 那个Evil 那就把那个什么呢? 把它整个转过来 那变成说,我必须要一个一个读取出来 然后再把它转完之后再存回去 所以这边这杯醉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那我要怎么样一个把它读取 一个重回去 其实写法非常简单 我跟各位讲一下 写法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把这个地方拿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有没有,缝回圈 那其实这一段应该是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Total这下面好了 刚开始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这里把它搬过来好了 搬过来这边 Total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用 用SUM就可以,因为如果全部转成 那个数字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用SUM就可以 那我在这个底下 我在执行之前,我习惯还是把它注解掉,这样比较清楚 我先不执行下面的 那怎么改?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从第几个,第0个 到最后一个 帮我做什么呢? 不是累加 而是怎么样? 帮我把 这个东西 帮我把 这一个转换之后的东西放回到哪里? 它原来的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特别之后 它原来的位置在哪里? 就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把 这个是什么?把这个东西抓出来之后 放在这个 转型函数 帮我转完之后 再存回去 到同样的位置 意思是帮我盖过去的意思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最后的话我把它print 其实printer 其实printer主要用意就是 我再把什么? 再把scope print出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printer 这个是 转型前 这个是转型后 OK 我是建议 将来如果你程式 实在是 有问题的话 建议 printer出来看就是 你看刚刚同学 问了吗 其实我说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把它printer看我就知道 原来 这里面到底什么问题 一看就知道 有没有所以用这一招 很多地方问题 用这个方式来除错 其实还蛮不错的 也就是你有些地方底下不用先不要执行 不然有时候一执行你会混乱 反正先停在这里 先把这边的问题先解决 再往下走 这样的话你将来 哪怕是写很复杂的程式 基本上还是可以慢慢慢慢把问题抓出来 那你再继续往下走 再继续往下走 程式基本上就会 比较容易 让你很顺利的把它写正确 OK 那执行到这里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上面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转型前 在这里 这个是转型后 是这个 看得懂意思吧 就这样写而已 其实说这程式不多 就只有写这样 也就把它存回去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概念有的话 我想将来 写很多东西应该就 比较没什么问题 OK 而且 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 也是一种写作的经验 因为坊间的书籍也不会特别讲这些 说真的 就是这样而已 但问题 你如果自己try的话 恐怕 也是try半天 也不见得可以try出结果来 其实说真的 在python里面很多地方真的蛮简单 但问题就是你要抓到要额 OK 好了之后的话 然后其他 这些就不用printer 所以不用printer的话 那我把它注写掉 这里把它注写掉 那底下的话就让它再重新跑一下 所以我就到最高分最低分 这个就把它Ctrl加斜线 然后让它再run一下 看一下结果OK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 就如 最高分这时候就把 最低分就25 然后上面的这个串列也就没问题了 OK 所以 这个部分 给各位参考一下 OK 这同学问题问题非常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主要是针对 如何将整个串列里面的形态 转换成数字形态 好 OK OK OK